音 handled video itas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te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款 玻璃水眼效果的花卉彩绘 那我们就来直接 呃,分享 彩绘的步驟 那我们首先使用 用這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深藍色來做底色 好 那這一罐品牌是Majalic 然後色號是A35 那我們今天就是塗布一層就好 因為他們品牌也是標榜一層就很飽和 那我們今天因為後面還有要疊比較多顏色 比較多複雜的部分 所以我們底色的部分一層就夠了 然後塗好之後就可以先做印畫 好 再來我們在印畫完之後呢 我們使用同品牌的底膠 薄薄的在假面上面 塗布一層 再來我們可以使用前陣子 就是韓國非常流行的玻璃紙 那我們剪成大小不一的塊狀之後呢 使用我們的小鑷子 那我們要來排一個有點花的形狀 所以就是我們在排列的時候呢 大概就是做想一下花朵的樣子 然後五個花瓣嘛 那我們去堆疊 用玻璃紙去堆疊一個大致的形狀 那這邊可以重疊沒有關係 我們就讓它有一個花瓣的感覺 那就是一個花瓣 再來 第二個花瓣的部分 就是第二個花瓣的部分 就以此類推 那也不用太整齊 只要就是大致上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區塊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大致上就是將我們的玻璃貼紙 大概用一個有點類似花朵的形狀出來 然後我們在旁邊也可以再加一點點輔助的部分 那檢查一下我們邊邊角角有沒有翹起來 我們就是稍微按壓一下 好 那我們就可以再做硬化的動作 OK 那這邊因為我們剛剛堆疊比較多層 所以表面上面比較凹凸不平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建構膠來將整個表面呢 給浮平平整 好 那我們浮平完之後呢 再進行硬化的動作 好 這邊建構硬化完之後呢 我們稍微的先做塗膠 再來呢 我們可以使用這種 100-180的那種海綿的拋就是拋棒 然後來將我們表面就是 剛剛凹凸不平的地方做平整 然後也讓它表面有點粗糙 我們等一下才可以比較好製作水染的部分 這邊剛剛泡完之後表面就是會有霧霧的 然後有一點粉塵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一樣稍微用那個年輕或是酒精 將表面多餘的粉塵呢 給清除乾淨 這樣看一下 表面也是比較平滑 但是是霧面的 好 接著在水染的部分呢 我們就使用壓克力的顏料 然後你要一般書局買的那種軟管型的 或是像我今天是使用美甲使用的 麻雷菊的彩繪顏料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稍微的擠一點 放在我們的調色盤上面 然後記得要準備一個紙巾跟一杯水 還有就是顏料用的筆 那我們這邊一樣是用麻雷菊的9號 那記得就是顏料 壓克力顏料用的筆跟凝膠用的 一定要分開 這樣他們才不會就是互相有衝突 那我們剛剛加了一點水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依照我們在貼玻璃紙的這個範圍這邊 花上花瓣的部分 那位置其實也是大致上去抓一個範圍就好了 不一定說一定要按照我們玻璃貼的位置去做徒步的動作 那在我們這邊花瓣的部分 畫好之後其實我會再等個幾秒鐘 然後我們將筆清乾淨之後呢 讓它上面有一點水 在我們的花瓣中間 讓它有點暈開的效果 然後記得將筆呢用紙巾給吸乾淨之後 將花瓣上面多餘的顏料的部分呢 給吸掉 那它就會有這種水染的感覺 剛剛就是會要大家就是等個幾秒鐘是 因為我覺得說讓它旁邊這邊有一點風乾之後呢 我們在吸掉多餘的顏料的時候呢 它邊界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你等的時間就是比較短一點再去吸的話 可能邊界呢就是會被帶走的比較多 旁邊的部分呢我們也點綴一個花瓣 好 那我們就是選效果花瓣的部分呢 就很快的可以很輕鬆的就完成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使用到其他的部分 那這邊壓顆粒顏料呢 記得就是要讓它就是風乾之後 我們再去做其它徒步凝膠的動作 那我們在花瓣的周圍的部分呢 那我今天是使用安妮葉的J31這個亮片的顏色 它是白色有點像雪花的感覺 然後裡面有一點粉藍色跟粉紅色的亮片去做點綴 那我們使用就是細的彩繪筆 這一支 因為我太常用了所以字被我抹掉了 是一個日本老師的聯名款 好 那我們在周邊的部分 再讓那個我們壓顆粒乾 其實它乾很快 現在已經差不多乾了 那我們就是可以一起做動作 周邊的部分我們稍微就是點綴一點亮粉 那這種亮粉的話你就盡量不要讓它好像一整塊堆疊在一起 那放上去之後呢可以用筆稍微的將亮片帶開 讓它分布的比較均勻一點 才不會就是這邊一大坨 然後也會比較厚 等下在包的時候就可能會有一點凸凸的 那我們就是在印花之前呢可以就是用筆稍微的把膠帶平 好 這樣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再做印花 OK 那現在呢我們再薄薄上一層底膠 來覆蓋住我們整個假面的部分 好 那再來使用到白色的換裝凝膠 然後這次使用Rocky Joe的227 我還蠻常使用套他的 我都加到超級白 好 那在我們還沒有硬化之前的 表面的部分呢我們沾取一些白色 那我們在花心的部分簡單的繞一個圈 稍微的將筆清乾淨之後呢 我們由內到外把那個顏料的顏色給拉出來 讓他有那個花心花瓣就是 呃 相容然後有一點展開的感覺 那左右兩邊呢 可以再拉一個小小的短短的 線條出來 那我們就是不要超過剛剛前面 拉的那五條主線的長度 讓他就是會有就是層次的感覺 那我們再將 左下這個部分呢 我們稍微帶一點線條出來 好 那一樣檢查一下 我們就可以再做硬化的動作 好的 最後我們做完封城的動作之後 就可以完成這一款玻璃水染花卉的彩繪了 也配上我前陣子在 其實就昨天拉在那個市集買的乾燥花 我自己好喜歡喔 最近有點迷上乾燥花 然後配在一起 感覺很美 還有那個玻璃貼紙啊 那我們在就是光影的折射下面 然後隱隱約約的從 水染的花瓣底部欸 透出來的感覺 就是蠻吸引人的 就是乍看好像還好 可是你實際上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呢 它其實是閃閃發亮的 自己很喜歡這個效果 那其他紙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用灰色 再疊上剛剛我們花朵 旁邊的那個亮片 亮粉的部分去呈現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灰灰啊 藍藍的色調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少女一點 就是還蠻符合我的個性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就是做法的話 其實換個其他配色來 配出來的效果應該也不錯 割了好久 終於又就是可以 錄影片給大家分享了 那我們今天就先 就是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趕快動手去玩吧 因為這個款式其實還蠻簡單的 玻璃貼紙大家都會用 然後水染的部分應該也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差不多 因為已經也流行了一陣子了 那我們就是將這兩個來稍微的做結合 讓它有一個新的包樣可以出來玩 效果蠻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咯 我們下一次再見咧 掰掰